上车上车演示一下那个车辆的功能 哦好凉快对 因为刚才我提前打开了空调啊 所以它就比较凉爽一点 基本上的东西呢 你都跟那个脾气差不多的了 跟脾气差不多 然后呢 我们钥匙的话就一共出了两种钥匙了啊 一个实体钥匙 还有一个手机TP哈 像解锁锁车 连频来钥匙去用真的温度空调 真的辅助摩车都是可以在手机TP上面去调节 并且我们有个实体钥匙 对吧 这些全部都适用了啊 然后我们就 什么呢 我们就放这里充电就行了 你放这里充电了 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可以可以可以无线充电啊 嗯 可以无线充电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普通的自动摩承 应该你都试过了 普通的自动摩承那些 他没有开过 都是我开的 那方向盘助力分为三档可调 调轻调重都是可以调的啊 对 啊 好像好 你可以调啊 可以啊 因为三档可调 调轻调重都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你去女生的话 那肯定就是 轻一点 对 你就轻一点啊 我们往前开 往前开他识别到车位呢 他会 有个车识别到了 对吧 就在我们后面 我们点开始 我们放开所有东西 他会自己去驳了哈 但是后面有部车啊 如果 如果 他拐过来的话 我们会停止哈 现在就不用你操作了 这个功能 适合新手的啊 哈哈哈 都可以吧 都可以 反正 怎么说呢 反正 比如说有些车位很窄的情况下 可能你停进去就上 就下不来嘛 对不对 那下不来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自动摩托 我们人站在外面 让他自己驳都是可以的哈 不用 对呀 那人不会停进来了 哎呀 还是挺好的哈 还是挺好的 因为有些车位很窄 我自己我都难得停 我就让他自己停就行了 OK 那我们就出去了 好吧 你好小P 方向盘 助力调为轻容 转身就一 就可以调轻了 我们所有东西不懂的话 就问小P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对 然后呢 我们这里会增加一个字样链哈 我也像P7了呀 这上面没有字样链哈 对 这个字样链也可以通过我们小P叫他打开就打开啊 对 就这么简单 对 后边的空间也很大哦 比P7要大一些 所以我跟阿权说的 说的就是如果想 自己用的舒适的 你说外观好看不好看 其实 也就那样子 对不对 还是以功能使用为主 对 想要舒服呢 肯定就P5舒服 你等一下可以感受一下 P5它开起来的话 感觉会好很多 哦 对 想要舒服的话 开G9 舒服 G9啊 G9我都还没开过呢 我也不知道舒不舒服 G9 G9 你太识诚了 G9我那天 我那次去深圳在路上看到过 那个贴了马赛克那个车 然后后来那时曝光了 感觉还可以 4088车程嘛 嗯 我们等一下会去试一下自动驾驶 那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话 情况下呢 是要在导航的基础上 搞好 正常来说 这是高速的 MGP 就是在高速上才能用的 但是我们演示的话 我们不可能上高速的 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海拔路或者以及 金融隧道去 一小段去演示一下我们的自动驾驶 他会当然跟着导航去龙溪地铁口 因为刚才我是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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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去了龙溪地铁口 对吧 他会跟着导航自己去龙溪地铁口 他会去实现自动变道 自动超车 自动转弯 全部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跟PC成功吗 对 跟PC一样 功能的成功吗 那我那样子感觉好像就 不用介绍了 你也不要说那么多 我就是我 就试下感觉是吗 那我就换你开就行了呀 因为我讲的跟PC都一样了 你不是没有开过是吧 如果要不我对你这旁边换你开了好不好 你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吧 按正常操作流程 按正常流程 按正常流程 你不要说那么多 你也累吗 这些我也懂 我也知道 就是我没有自己弄过而已 但是他的功能我都了解 那行吗 那行吗 那我就 勉为心难吧 因为 因为如果那些没开过的话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完全没在开面对吧 嗯 他实际上是很舒服 比较轻啊 这个感觉 好轻啊 这个啊 车对感觉 这个一点整体车重一点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项目做的比较软 所以你会感觉到其实他没有 说像提琴那么硬 他会过滤很多细微的东西 所以这款车其实更像是一款 家用车 家用车 对啊 原来这个就是家轿啊 这是家轿 然后 但是呢 他 家轿也家轿 但是呢 开起来也挺坏的 挺坏的 电车本身的这种加速感这种呢 是 与生俱来的 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是 最懂中国 路 中国人的车 对啊 确实是 确实是啊 我们做的所有的贴身小功能都是 都是很实用的 你像 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 地图 直接点下边就反过地图了 这个是很好用的 你知道 然后 我要回家 我要去公司 去哪里 直接设置就行了 是很简单的 OK 开启了 NGP开启 请保持 这一小锅呢 我们是可以开启的 有安全风险时 立即接管 我们人的眼睛呢 是130度的 能看到东西 但是车呢 能看得到360度全范围的东西 所以非常 非常非常的 自灵密 而且 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的车会刹车呢 就是因为 刚才那个车压线了 压线我们的车就会感觉到有危险 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刹车 现在 这条隧道呢 限速是70了 所以它就会按照 按照限速70去调 去走啊 不用你自己去调 无论 比如说你现在上来高速 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你手指需要扶在方向盘这里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前方 一个状况 因为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都不是无人 真正意义上无人驾驶 只是大大降低人的疲劳 比如说这个限速 比如说这个炸口 全部都是可以实现出来的 那么现在它 车呢就会跟着导航自己去 东西地匹口 所有东西都不用理管 它会自动变道 如果比如说 因为我们这里刚好 限速70前面有没有阻碍物嘛 如果前面有部车 什么牛车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自动变为最优的车道去走 就不用你人为去变的 比如说 那我们前方的话 就要下 就要出高速或者换高速了 那也不用你管 那个车它会自动变为最优的车道 然后呢 提前一公里变为最优的车道 然后去下高速或者换高速都是可以的 看 这批档也是这样按吗 一样的 哦 绿司机上路了 这有点低 可以调啊 什么 调一下 走车要不要等 那个车过之后 我们再拐进去 都可以啊 没问题 有问题吗 好 踩住刹车往下挂 这里往下挂 对 一样 对啊 挂 不跟机器一样 对 你再挂 对 慢慢慢慢拐进去 慢慢拐进去 对啊 它会根据你的速度自己去调的呀 哦 速度越快 那又越重 对 速度越快的不可能很轻吗 一一一打一打方向盘 行行动一点 就 车就飘了吗 这个刹车踩感觉有点重吗 刹车没脾气那么灵敏对吧 对 那肯定啊 脾气用过来脖了嘛 不过这个 这个 除了在这个价位来说 行价比非常高 嗯 现在我要跟他 我们刚试驾驶了 然后感觉如何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一辆之中吗 一辆之中啊 我觉得 那我们现在 一般般 一般般 你就是说跟拍摄 跟好拍摄一样吗 是啊 就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感觉 就是当时差 他刹车有点重 没那么灵敏 没有脾气那么好用是吧 对 然后呢 等你付钱 努力赚钱啊 努力赚钱 等你付钱 啊 今年还是明年买一样好吗 好 然后买 你不会让我去看车吗 对啊 马上买 啊就是去看我就去买 哈哈哈 没事 有钱了我们再买 有钱就买好吧 那大家 不是马上就买吗 不是马上就买吗 马上就买钱了 要大家觉得小朋友觉得怎么样啊 就是 我也比较喜欢 我老公也比较喜欢 新鸡米比较高 那就行嘛 你就不要问大家觉得怎么样了吗 就行了吗 那今天有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的 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下期见咯